你后边好热闹是哪里啊 后边是那个 是夜市 街道保镖哥 街道 住的比较高知道吧 三十一层 十年客你好 欢迎游南天城啊 陈希兄弟好 鲍鱼燕来了 哪儿黑了吗 夏天 那天你一百块钱 不是爆出两个三岁屠风吗 挺赚了呀 爆了四个 是不是 割饼这边爆两个 割尾爆两个了吗 挺赚了呀兄弟 还想啥呢 是不是 欢迎牙克斯 抽奖 你算是挺白的 真的 你没见过黑的 那天来了一大哥 帮我砸那小画家 砸了七八百块钱 也就中了个二三百块钱礼物 知道吧 他亏这么阿瓜了 雪根本你好 我这上个挺白了 说实话 那豆腐白跟你有啥关系啊 那他妈黑就跟我有关系 白就跟我没关系 是吧 三个人吧 兄弟 他们要的 他们要的黑就都是我 感觉豆瑜现在不行了嘛 我也觉得 也就那样吧 熬着呗 是不是 大家都这么说呀 也不仅你一个人这么说了 好多人都这么说 现在豆瑜确实比较拉胯 而且现在很多主播都去某营去了 但是豆瑜他也倒不了 毕竟这几个大主播依旧还在的情况下 他依旧还是能够活得下去 只是好与坏罢了 能够吃狗饭可能 你想在这边赚翻呢 他绝对不可能 挣点小钱呢 他也没啥太大问题 对吧 那你是不是一份不刷呀 他一份不刷白票 阿伦都两月没播了呀 合同到了嘛 阿伦合同到了 阿伦不播了 阿伦退役了 阿伦自己说了呀 他说我 他最后给直播间的人唱了一首歌 然后呢 就退役了 不播了已经 其实就好 他觉得累了知道吧 他觉得没啥意思了 阿伦兄弟来了 这帮大主播如果相继的全退役的话 那平台就不会支撑多久 但是如果不退役的话 这帮的依旧会在 你欢歌还在采缝纫机那兄弟 缝纫机都采冒烟了 那肯定不能回来啊 他回来找的批报 很久很久吧 欢酒造 你欢歌微信都没更新了 我跟他在16年就加了微信 到现在 微信现在写的是 此号暂停使用 他跟我应该算是同期的主播 真的进去了呀 六年 采缝纫机去了 保镖哥哥 好 人嘛 你欲望到那位置了 你就会想要的越来越多 他 当你能够一年赚一百万的时候 你想要两百万 猪哥我不知道 不清楚 反正我知道你们家荒哥是进去了 哎呀小鱼啊 你咋老靠我帅呢 我帅个鸡不我要我帅 我是个灯啊 我都妈三十岁老男人了 还帅对吧 我啥时候进去啊 我进个灯啊 我进 那我肯定不能进去啊 我不干那种二不挂五的事情啊 你欢歌也不知道回来 还能不能直播 哎 只能说太贪了 想要的太多了 真的 你能挣一百万的时候 你想要一千万 你挣一千万的时候 你想要一个亿 人的欲望就这样的 控制不了 知道吧 那是太贪了 兄弟 你看着钱在那儿 你就想要 你知道吧 谁能杜绝在欲望啊 谁都杜绝不了的 知道吧 播个鸟 粉丝人都跑完了吗 他回来播确实肯定还会有人看 但是回不回来是个问题 他进去多久了啊 我看 20年是不是 20年是20年21年进去的呀 他也进去挺久了呀 还早 还得有个两年时间估计 两三年 而且回来了不一定能播了 我觉得 应该是不能播了 没办法 但是现在小浩混得挺好的 说实话 小浩挺牛逼的 说实话 真的挺牛逼的 三三九五 不知道 韭菜你好 欢迎分享 不知道不知道 别乱聊 该是呢 吹牛逼吹牛逼 好吧 兄弟们 这些还是别去讨论为妙 兄弟们 讨讨论多了 等会儿把我干进去了 等会儿把我直播间疯了 我播个单啊 我播是不是 小浩就是那个户外去那个什么浩哥的嘛 什么浩哥大魔王那个 挺牛的 对 好不好 都是别人的有啥呢 跟你又没关系 你要自己好才是对的 对不对 小胖子 好 你们刚好偷偷懒嘛 偷啥懒呢 进去也不妨碍挣钱嘛 不知道会不会跟他挣钱 这不清楚 对对对 真的 自己兜里有米才的本事 你自己这些社会说真心话 你要真没点钱 这些社会 你咋活得下去吗 说实话 真活不下去 现在这个社会很现实兄弟 特别现实 你没点钱 你亲戚朋友都不搭理你 好吧 有钱了 你亲戚朋友可能才会觉得 你是我亲戚 我们家谁谁谁 多牛逼 开的啥车 住的啥房子 干的啥公司 你约挣多少钱 你要分比不挣的 谁愿意搭理你啊 我前两年挣的多的时候 我亲戚朋友那时候 经常到我家去吃饭 没事就来我家吃饭 你家儿子跟我妈讲 你儿子挺牛的呀 挣的挺多的 是不是换辆车 怎么样的 现在都不会说 我来 你现在都不会 不怎么来我家吃饭了 都懒得来了知道吧 你落魄的时候 谁愿意搭理你啊 所以为什么人一辆挣钱呢 你可以吗 装穷 但你不能真穷啊 你真的吗 特别穷 谁愿意管你啊 是不是 以前挣的也不算多吧 只是说在我们的城市 在我们那个城市 别人会觉得 你赚的算多了 知道吧 八二四来了 八二四你多久的飞机啊 196问你 你多久的飞机 他想给你 坐同一个飞机回来 知道吧 我那时候真的也不读 但是在一个小县城来说呀 你们去过小县城吗 一个特别小的县城 你一个月能够赚个三五万 真的算挺多了 兄弟 他早就买好了嘛 他已经把机票退了 他给他取消了 他说他从一定这样 SP你好 三五万在个小县城 一个月真的算多了呀 一年你三五十万 是不是 蛮厉害了呀 现在我肯定 挣不了三五万了呀 就只能说看运气 你知道吧 看运气 有时候运气好 那可能挣点 对吧 运气不好 他可能就没得挣呢 对不对 像我这就比较拉呀 对不对 我他妈一个月三千封顶呀 你真的假的呀 公园嘛 现在我不配了嘛 对 欢迎用户 周四十一点四十五嘛 哦 这样 就知道你在直播间吗 看到没 他跟你说了 周四 我叫他过来 我跟他发微信 看看有没有大哥在啊 没有大哥呀 保镖哥哥 没有大哥在 八二十来了 你过来问他 我叫他过来 一二你好 今天没啥大哥 保镖哥哥 等你老弟慢慢拨呗 这任务 拨着玩就行了啊 人过就过 过不了就算了 反正你们有呢 帮忙吃点就行了 大家 有呢 都帮帮顶点呗 有飞机火箭 可以帮帮顶点 谢谢你们 今天比较拉 知道吧 八二十定的是 周四的十一点五十的飞机 周四十一点五十 我开的高尔夫 对 对 现在高尔夫都卖了 你知道吧 他妈的 现在车都没得开了 现在妈走路了 兄弟 还渲染的 以前那会儿 开个破壁车 老开心了这样 现在不行了 知道吧 我刚说卖了呀 保镖哥哥 二零年就卖了 知道吧 卖了 自从我拉了之后 我就把我的车都卖了 重新来过嘛 对不对 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F2兄弟 好 还会计 有点辣 所以说你们有 就帮哥们儿吃点 一个人支个飞机 也挺快的呀 好吧 一个人支个飞机 知道差不多 然后明天我开播了 应该就能把事情过了 以前刀区还带个女的 在老人吃饭吗 这你都知道呀 卧槽 那你俩不是同个机场 你飞天赋机场 九少他飞的是那个双流机场 知道吧 你俩不会同一个飞机的 你俩不会同一个飞机 九少如果买天赋机场的 你也买的天赋呀 你俩买天赋机场干嘛呀 天赋机场离成都市中心 好远啊 你改真实一点吗 他有病呀 我操 改飞机不要钱的嘛 完了 打脸了呀 老王为啥呢 欢迎认识的他 那打脸了呀 夏天 VIR兄弟好 欢迎那个云吞小小呀 淡定 不要太心急 不要太着急 知道吧 我那边双流的 直接给我取消航班了吗 这样吗 谁有来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刚来过 知道吧 我前两天这里三个谁有 三个谁有 走了两个了 还剩了一个知道吧 他们来玩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那几天你没看斗鱼 你也没来我直播间的嘛 谁说您不知道 这样 天赋机场离市中心太远了 双流机场离市中心会近一些 如果我改真11点45 我要补560吗 那你没必要跟他同个航班 那你为啥一定要跟80同个航班呢 下次有机会再同个航班呗 有机会见面的呀 对不对 又不是没机会 你两个大老爷们还为同个航班干啥呀 飞机上还有人有个人能吹牛逼呗 能扯蛋呗 你又不是见小姐姐 我见你没见小姐姐都这么那啥呗 你见女孩都没这么勤奋 丢三丢四好 很危险不要 对我也觉得是吧 很危险不要 很危险不要 哎呀他骂的好真实呀 欢迎十次参与 你找到那个票的那问题没有 那点我跟你说了 就是你刷礼物能够后台能打印发票 那个你看没看啊 那发票能够拿出去报销的吗 你到时候 相对于来说会 不用花钱的吗 欢迎老牛不吃嫩草啊 老牛吃嫩草 别跟你打半一天的 你俩你自己费自己的算了呗 对吧 报不了吗 欢迎我怕快跑 采米油盐来了 应该弄点花生上来 他妈的 这点花生喝点酒挺爽的 说实话 冲则能打发票吗 可以 能打 能打 给公司报我兜鱼啊 他打出来的不是兜鱼的发票 打出来的不是兜鱼 打出来是一个什么什么娱乐文化传媒公司 知道吗 不是斗鱼 感名你好呀 欢迎加州第一申请啊 萧萧你好 骂个逼的 你说妈 老子刷干嘛三万五万的 你以为我操 给公司报销 公司问你干嘛了呀 我就是选飞呢 看到了女主播挺漂亮的 咱们线上聚餐了 老板你给我抱一抱 他问你 请女主播吃啥了呀 我请他吃火箭了 请他吃飞机了 还给他开了个串粉对吧 Z98你好呀 欢迎多饼子兄弟 太干嘛搞笑了 抽烟兄弟们 夏天来抽烟 保镖哥抽烟 八二四 恰烟 关键懂的都知道啥是斗鱼嘛 掩耳盗鱼嘛 不斗鱼一般都不知道 说实话 一般都不知道斗鱼能打发票 这样 海大妈是蓝主播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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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海大妈是蓝主播 真净吧 真是 欢迎昨夜取风了嘛 反正这个空间你好呀 你老总过去不会给你报笑 他妈个逼着看蓝主播 让老子给他报钱 我早报锤子 你那也太粗了 有没有细的呀 你说我抽的那一件粗吗 我抽的是正常的粗度呀 你平时抽的很细的那种是吧 就是中支或者是特别细的 是不是 抽的劲儿大我觉得 你是死一点的吗 那你俩可以在机场碰个面呢 对吧 你不是26号的飞机吗 你睡得着呀 爆猪不好抽 真的 我觉得爆猪的烟 抽的一点都不好抽 有一说一啊 我觉得爆猪抽的 有股怪味 你知道吧 不好抽 你晚点去 我早点去呀 对你俩 你俩能在机场碰面 我觉得 应该能碰个面 应该能碰个面 八九八兄弟来了 你又要把烟戒了 毕竟重新开始嘛 你他妈的 你是个棒锤 抽烟 跟他妈重新开始有啥关系啊 兄弟 荷花好抽 但是贵 对 酒上你也可以请八二十吃个早饭到时候 你俩机场吃个蛋蛋面啥的 是吧 整个提花啥的 也可以 没啥毛病 来个断提花 欢迎摸摸摸杨林兄弟 细荷花我没抽过 我只抽过厨子的 荷花也挺贵的 你在那抽两包 顶我在那抽两条吗 真的呀 我超这么有钱的 现在 真行啊 真有钱啊 他们要的 我还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还有点脸了 我感觉 我怎么每天喝点 每天喝点 吃啥 就把酒量锻炼出来 真的 百分之百 因为你捡起烟 也就是一两礼拜 现在又开始重新给他戒了吗 能戒掉吗 欢迎谈谈 我觉得我戒不了眼 真的 以前我都不喝酒的 你们看我现在酒都喝上了 对吧 我戒不了 我抽烟抽了好多年了 我从 十一二岁开始抽烟 抽到现在 抽了 十八九年了 快二十年了 我现在一天 抽个一包左右吧 看心情啊 心情好呢 可能一天抽个 半包 心情不好呢 一天可能抽个一包 一包多 这样 看情况 你家姐就四五年延龄是吧 我嗓子像烟 就是烟抽多了呗 我一般你可能像我礼物多的时候 我就不怎么抽烟 真的 礼物多的时候我就开心去了 跟这位家哥们聊快乐的事情去了 我就不怎么抽烟 完了他挖的 没礼物抽的时候我就烦 烦了吧就想点 就不点心理不舒服 你知道吧 对 男人是吗 男人比较男的吗 吃吧 保镖哥 挺危险的 还是不要私下见面了呀 SY你好 欢迎PP 欢迎祈求胜利 你在广东 旁边女生睡着了 靠着我睡吗 真的吗 你又撩上妹子了呀 我操 你又撩妹子呀 你不是跟韩韩 你跟韩韩到底啥情况 又撩妹子了 真是把变态啊 东风志你好啊 兄弟 我说你还又撩妹子了呢 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说哦 这么早 牛啊 就是哦 帅呀 他妈的 飞机上能撩妹子 撩空姐呗 撩妹子干嘛呀 撩空姐呗 那女的睡着了 是不是个肥婆呀 坦克是吧 你也在广东啊 你在广东哪里啊 保镖 不问三副也在广东 我们家八二四也在广东 都在广东 沈斗中你好 兄弟们有飞机火箭帮忙支这呗 帮忙把四星打一丢丢吧 我们打到差不多了 明天能过四星 白明明四星过不了 真的 他是大妈吧 我也觉得 八成是大妈 老小子 该说不说 有点清纯嘛 又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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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坐飞机旁边就没有妹子 都是妈 大老爷们 但是有一次 正对着空姐做的 就是刚好坐到那个什么呢 有个安全出口是吧 有一个那个紧急出口那儿 紧急出口空姐就坐那儿了 我就刚好坐着对面这样 大妈清纯啊 三十年没爽朋友了 他妈的下水管他都堵了 是吧 那你应该盯着他 看到他发毛嘛 对 他帮他盯着我的 我也盯着他的 盯了好久 欢迎那个紫书 马丁丽你好 牛屁呀 兄弟 真厉害 真不错 我呀 就是说 修尔啊 看到吗 感觉才十几岁的样子嘛 你都妈老男人了 你也惦记你 十几岁的姑娘 别惦记了啊 跟你没啥关系啊 兄弟 无言瘴气的吧 早去听大妈看 对身体不好 兄弟们 那天韩瀚在 我不好意思说 是吧 你跟韩瀚到底咋样了呀 你两人 你两人到底啥情况呀 你两人是互相之间出问题了 还怎么着呀 感觉你俩老小子 昨天 昨天闹成那样对吧 这是要 要要要要要要 好了吗 好了那就行 昨天搞得那么严重的 还要吗 名字都改了 我操 我说你俩这是要分手了 节奏呀 还在直播间说 他说我俩要分手了 这样 我以为你老小子 要当扎懒了呢 还行 还是个人 没毛病啊 031你好 欢迎爱如指尖流沙 他改名字又不花钱 为啥呢 他是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号来着呢 对吧 我知道 就是他们说 弄成语音听的那种啥账号来着 对吧 我听过 但是也要花钱嘛 只是花的不多 好像也要花 花那么一丢丢屋是吧 花那么一点点是不是 好运气的 那他改名字多少钱一次呀 反正正常改名字要花钱 第一次好像是一块钱吧 第二次是十块钱 第三次好像是五十块钱 第四次好像是 好像是五百块钱吧 这样 对 改名字要花钱 都比改名挺贵的 普通改名字老他妈贵了 十八贵 你家韩文还是挺喜欢你的 说实话 好好处吧 兄弟 还能这样 我也要这样一个号嘛 你改他干嘛呀 没必要啊 你改名字又不贵 你直接改不就行了吗 你又花不了两千 是不是 你要说你改名花 五百八百的是吧 你经常改呢 你可能需要去搞个这样的号 像你一年到头都不改一次的 也没啥再大逼 你也是五百啊 那你估计改过几次了 我改名字就很便宜 我之前每次老王那个号最早改的时候是五百块钱改的 最早那会儿豆瑜改名字是每次都是五百 他没有什么所谓的第一次是十块啊一块啊怎么着的 最早豆瑜改名就是五百一次 我当时花了五百块钱改的 给我亏着麻瓜了 但是忍不住还是给他改了 因为当时那个名字太错了 你知道吧 然后问题是都把号注册了 又没必要去把它改了 没必要从一件个号 完了干脆就花点钱 知道吧 这么着 哎呀 无所谓了 五百块钱又不多 六百什么三两千的是不是 保镖哥哥他走了吗 不知道他的 他估计困了他要睡觉 我看他睡了没睡啊 应该是测了 应该睡觉了吧 他 保镖哥最近没啥钱 知道吧 所以说最近也没有去让他消费 他要以前 他有钱的话 他早跟我上飞机了 以前那会儿他刷得起 知道吧 每次来呢 怎么着都得跟我刷个一两个飞机的 这样 现在落寞了 落寞了 我现在进房间也不搁他 都是他自个儿刚 吹了半天觉得挺开心的 完了就跟我刷了几张半卡 这样 就这么回事 你这笔不理我嘛 现在都拉了嘛 也不是都拉了吧 其实好的人也挺多的吧 好的人也挺多的 只是现在 消费者就那么多吧 所以现在整个豆腐都比较那啥呗 是吧 慢慢来吧 还能打样呢 是不是 慢慢熬着 熬过去就好了 也许吧 我自己的故事 换哈留着 永远过去东西就等他过去呗 有啥聊的呢 对不对 我看不到你看了多少天兄弟 看你头像吗 韭菜是吧 我看不到你看多少天了 这个看不到 你们自己才能看到好像 妈我有时候都在想我自己的人生 以后到底是怎样的 我也不知道以后我的人生是怎样 不清楚 白嫖的看不到吗 看不到 真看不到 所以我自己能看到吧 应该 好 他从半排子算起来的吗 这样吗 这就不清楚了 电脑能看到 按我说的做应该还不错吗 按你说的做啥呀 八零叔叔 808你好 我他妈 最近打那个计划PKE 把他妈大哥都拱手送给送出去了 全他妈送出去了 我最近也挺难受的 我最近也挺难受的 说实话 要大哥没送出去的话 像82是说的 每天过个事情还是可以的 把大哥送出去了 每天就指望着12点一过了 打两句PK 那两三句PK要打垃圾了呢 那今儿就这么着了 要打得好呢 任务就过了 对吧 昨日周一 昨天 是我最爽的一天 虽然说昨天 远方我看不到你弹幕呀 可能屏蔽了 有的弹幕会 自动屏蔽 斗鱼 他自己会 有的词发不出来 知道吧 一般你们发弹幕 我都能看到的 但是有弹幕 发出来 你们自己看到的是发出来了 但是我这儿 他不显示 你知道吧 就像昨天那大哥一样 那毛驴 他发弹幕了 他说你没理我 我说 然后他后来又发了一条 我说我真的没看到你弹幕 某牙人气还可以呀 为啥呀 韩瀚来了呀 对你打那个 肯定发不出来呀 兄弟 某牙大主播多的嘛 户外节目做的好的嘛 都因为没格局 知道吧 对于什么东西都屏蔽 什么都打不出来 总的大哥跟你一样 他也发弹幕你知道吧 他是老王不回我弹幕这样 他说本来想给你刷飞机的 然后后来发弹幕我就看到了 我说他给你发弹幕我没看到 我说他屏蔽了这样 然后他就给我刷了个飞机 给我刷了好几个飞机 我刷了五个飞机 那今天我开播 他来了又跟我刷了个飞机 这样 某牙大主播多 斗鱼格局小 比如像张大仙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大主播 知道吧 很厉害的一个主播 当时斗鱼为了把烧板留下来 而不知道啥原因 终止了跟大仙的合同 然后大仙就去某牙去了 你像整个某牙上面 现在你看户外区 像同景城 那什么吉梦这些 对吧 都是大主播 而且就包括这两平台 你对比王子荣耀 你看我们斗鱼上的王子荣大主播有几个吗 很少 就算他是一个大主播 你进去看 弹幕都没几个 某牙的那些大主播 王子的 弹幕老多了 礼物也多 特别多 而且我告诉你 某牙的氛围跟斗鱼的氛围不一样 你知道吧 他斗鱼的氛围很奇怪 就是他会有种氛围 是他不希望你主播收礼物 你知道吧 某牙是大家都希望那主播能收礼物 就是特别维护自己的主播 他他妈氛围不一样 你知道吧 可能你斗鱼上发的弹幕啥呢 兄弟们别刷了 少刷点 在主播他妈的吃饱了 别让他赚钱 人家某牙是 兄弟们有礼物 吃点呗 都吃点 主播挺不容易的 天天都在补 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他发的咋收礼物吗 是不是 我也看过一段时间 某牙 我们这边都是收麻了 收麻了 他都别刷了 成绩的你就是嘛 真的 但是你要说真心的 他喜欢你嘛 他也很喜欢你 他也真的很支持你 像我直播间 可能经常说收麻了 收麻了 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就来了 他就过去支持你 你斗鱼的氛围是啥呢 分比不上就是陪伴 开播就散 开播就看 下播就散 节奏猛带 对不对 就发这些 人家某牙没有这种氛围 你知道吧 他给你编了一句成语出来 你知道吧 好长的一条成语 那天那个 酒造发过 很长的一个评语 知道吧 就是妈的分比不上 就是陪伴 别这么猛带 开播就看 下播就散 你知道吧 就这种感觉 人家某牙 没有这种氛围 你知道吧 都于是巴不得你 就是希望你 也不能让你吃太饱 你这么赚翻了 可能你不拨了 反正我又不能让你饿死 就这样 18年 你看斗鱼说啥呀 斗鱼上的 观众说的是 中国喷子千千万 斗鱼就占一大半 真的 狗从那过去 他都得吐一两口水 真二八经的呀 你没看到有时候妈的 动不动来个B对吧 那天在我直播间发弹幕 他发了个啥呢 他说片总告 我这有B看 结果老子一进来 妈看到个啥B 对不对 他就是特别多这种氛围 你知道吧 这个点没啥人了 半夜快三点钟了 三长一段 你好 现在这个点 你知道什么点有人吗 这个点 可能大哥在女主播直播间看 等于主播下播了 他可能就流达到你直播间了 要么就晚上 晚上你做节目呢 就是抢流量的时间 流量抢到自己直播间了 你聊得好聊开心 他就不走 他就在你直播间处着 可能处于晚上知道吧 高中看你直播间大学了 没想你还在吗 我还在兄弟 我还在努力呢 我还在加油 喝酒把这啤酒都喝饱了 你等到四五点了 我直播间就有人了 也不会多 大哥们一般都刷完了 睡觉去了 有一些哥们呢 刷的差不多了 白嫖了 到你这吹花牛逼 吹了睡觉知道吧 我有一段时间没播 现在人气地正常的呀 平台没那么好了嘛 正常的 男男才真爱嘛 也许吧 话是这么说呀 我这儿真拉了呀 酒上 是吧 我这儿真拉了 今天妈 纯纯辣细了呀 今天这事情过不了了 估计 17你好 妈的 昨日我陪夏天 陪到五点 你们不开心的时候 妈我陪你们 我拦的时候 我拉的时候 你们巴不得我死 对不对 当个人嘛 一天天的 进整些 有的没的干嘛呀 是不是 今天晚上肯定过不了 知道吧 以前弹幕太多了 以前弹幕非常多 年多余人多嘛 你今天要 我告诉你 今天要下播前 如果你 你没把那个任务 打 没把私心 打到五六百 明儿绝对过不了 过不了私心 真的 因为晚上本来就 没人消费 你知道吧 太阳你好呀 你没有飞机火箭 可以帮帮支点啊 帮帮顶私心嘛 你记得以前背景 是红山墙嘛 对 我今天也做了 是的呀 看 看没 不想吃了 坐点两个尖得了 不知道呀 谁知道呢 大白好 不知道 毛利求斯你好 我也不知道呀 上次看有人说吗 说啥东西呀 欢迎家伟呀 我今天也照样 坐着吃的呀 坐着吃的 该吃吃该喝喝呗 吃完了 吃饱喝足了 该干嘛干嘛呗 对吧 你们发现 很真实的问题没有吗 我没大哥的时候 我拉的时候 女主播都不找我连PK 只要我直播间有大哥 他们就会找我PK 对吧 妈的 天天老子有大哥就偷大哥 没大哥的时候都没人搭理我的 是不是 你看我有票的时候不都在那陪着我吗 对不对 女主播 狂狂脸我 对吧 我胖了一点 胖的不多 胖的不多 远方好 我都妈好的时候 他妈天天脸我 狂狂脸 我都妈拉了都不理我的 太真实了 哎 还是那种不熟的女主播 少跟她玩 真的没啥意思 没有我自己就喝着玩 兄弟 没事情做喝着玩 这儿不陪你们吹牛逼吗 陪你们吹牛逼 喝点聊天得了呗 对吧 吃饱蛋 吃饱蛋 一会儿要困了累了呢 这会儿吓不过去呗 天你好呀 你就胖了 我胖了没多少 我胖了十斤 十几斤吧 应该叫 十几斤 胖的分特别多呀 太好了学生 要不睡呀 三点钟了 妈四点钟了 还有个人又睡着了呀 睡着了 房子大义还在重舟啊 重舟 重舟 兄弟 重舟 重舟大兄弟 大兄弟 我现在一百四十亿斤这样 我今天肯定不能早点下播呀 我今天早点下播 明天就拉了 知道吧 我一直在做美食 我一直在做美食 说句真心话呀 因为大家不愿意做美食了 做美食要花成本的嘛 我拿习惯性的 我觉得不做美食就不是我了 你可能我今天开播就做的挺牛逼 对吧 我自己接受不了 首先是我自己接受不了 没办法 大叔没开播 现在整个美食就为根独描了 我真的不愿意做得到